感謝所有國人對我們的支持與鞭策 選舉的成績不如預期 我們虛心的接受選舉的結果 也接受臺灣人民的決定 作為執政黨的主席 我非常感謝全黨的團結及努力 我也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 即刻起 持續民主進步黨主席一職 雖然中央執政很努力 但面對這樣的結果 我們有許多需要深刻檢討的地方 我們沒有突破現有的地方政治結構 這顯示我們在地方的經營 跟人民的期待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我們在地方的生根及人才的養成也不足 我們也沒有讓臺灣人民再次的感動 贏得人民的托付 我們必須體認 執政必須更虛心以對 不過所有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 都已經拼盡全力 展現最大的熱忱 爭取人民的支持 而民進黨的支持者 也都親全力支持我們所提名的候選人 支持18歲公民權 我們也看到要交棒 而且表現傑出的現任的縣市長 更是極盡努力 要協助我們接棒的統治 在民意面前 政黨是渺小的 政治人物是渺小的 民進黨不是沒有挫敗過 不是沒有跌倒過 我們會深刻的檢討 人民對我們期待越高 我們就要做得越好 民進黨是執政黨 肩負國家的責任 變局和挑戰只會接踵而來 不會等待我們停下腳步 不會等待我們懷憂喪志 維持執政的穩定環節 維護台灣的安全與發展 是我們的任務 因此 雖然剛剛蘇院長 已經向我口頭請辭 但我已經請他 繼續留下來打拚 以確保各項重大的政策 能夠持續的推動 我也要向所有的當選者 隨聲恭喜 並致上祝福 選舉的激情已經過去了 攜手團結正要開始 特別是在國家面臨各種內外挑戰 疫後經濟的振興復甦 許多有關國家未來發展的重大的政策 還有建設 正有賴我們不分黨派 中央地方緊密合作 我們更應該攜手協力 不負國人的期待 我們各位同志所有的民進黨的支持者 所有支持蔡英文的朋友 我們沒有時間難過 跌倒了再爬起來 抬起頭 眼睛看向未來 民主是台灣人民 歷經無數的選舉 幾個世代人的努力打拚 而累積的最珍貴的資產 政黨競爭會有輸贏 選舉不論誰贏誰輸 人民一定是最後的贏家 面對當前的國際局勢及未來的挑戰 台灣沒有猶豫蹉跎的空間 必須時時刻站穩腳步 一步一步堅定的前進 謝謝